今天下午很高興 花了一些時間在南投實地視察 我們一些水利方面的建設 最後這個景點是在竹山鎮木基寮 那么一方面呢 防災制洪的一个水利建設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包含了我们地方上 可能都蛮殷切期盼 将来能够在防災的工作 稳定之后看是不是也能够 做一些多元性的开发 来做观光修器的一个使用 那刚才我听我们水利署 核酸局这样的简报 大概看起来 我想知道一下 那个骑程是到什么时候 会算是整治完成 还是现在算是已经都完成了 这个目前算是整治完成 算是整治完成 把这些新的设施 新的公司加进来 这个部分现在正在规划 OK 那需要跟我们地方政府合作吗 对 这个规划 这个过程一定会跟地方政府好好的来谈一下 因为如果说能够做 刚刚所讲这一些使用的话 是不是也要移交给地方政府 来做后续的经营管理 对 如果能够好好的规划 我们是期待说完成之后 就交给地方政府 尤其是旁边 假设还有另外一条道路的计划 那建设的单位就比较多 包括农天水利会 我们旁边有进入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规划阶段再来找大家来谈一下 就这个治宏的功能来讲算是已经完成了 对 好了解 那这样接下来我想 已经经过13年 大概我想整个讯息的因应应该算是稳定了 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水利的建设上面最关心的 就是不要再有淹水或者是造成一些能源的伤亡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稳定之后 现在我们这个领委已经看到未来可以做一个比较清水的一些休息设施的一种建设 那么他们只要是临时性的 然后不妨碍我们的这个排水功能的话 我想我们的中央相关的单位我们尽量来协助 那当然也需要这个地方政府大家一起来配合 那我想一步一步来 将来有一天这边是有可能因此饮水进来 甚至于可以做清水的活动之用 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个领委员这个顺利成功 将来可以带领南投县继续朝这个严谨来前进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